第2137集 李延新,你想摆脱心头的牵绊吗? 你想真正地舍弃自我,遨游在这世间吗?入魔吧! 黑衣李延新的脸上的笑意在渐渐地扩大,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魅惑。 你觉得这世间有什么事情是放不开的吗?又或者你觉得活在这个世上是一种痛苦吗?入魔吧,你所有的一切烦恼都将不复存在,你将活成你自己想活成的样子。 李延新微微地闭上眼睛,她久久地不语,两久她睁开眼睛双手合十,缓缓地说。 众生皆苦。 水中倒映出来黑衣李延新脸上的笑意,渐渐地凝固,她冷哼了一声。 哼,明万不灵的家伙。 哼,我倒要看看,你到底还能撑多久?我告诉你,我可是很执着的呢。 把你的执着收起来吧,真的,没用的。 李延新缓缓地摇头。 虽然我的刀心曾经有过裂痕,但也不是你这种人一句两句就能说得动的。 对你客气点,你就是我的心魔,对你不客气,你什么都不算。 右手一招,冷月突然出现,轰的一声。 那不算太大的潭水直接蒸发了一半,水雾在半空中映出彩虹的影子。 李延新站起来,看着远方。 蝶幽谷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。 李延新也是通过一次风暴偶然得知这里。 他决定,等大局定了之后,就在这个地方终其一生。 虽然现在他内心平静, 但是他却总觉得心里空空的,仿佛少了什么东西。 他清楚,内心空洞的那个地方就是叶浩轩。 他用六十观变宇宙,这才看得到叶浩轩。 但是他始终没有弄清楚他在哪里。 他所看到的方向是幽谷的入口。 尽管他知道,叶浩轩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那里。 但是,现在他却盼望着,希望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出现在入口。 其实,意识中的他已经不是那么清楚,但是他对他的爱却更深了。 突然,幽谷的入口处有一阵法力波动。 李延新的神色微微的一变。 他知道,这是有人用暴力强行破除入口的结解。 找到了这个地方以后,他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。 他觉得,这个地方是他私人的领地。 没有他的允许,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能踏入这里半步。 所以,他便把这个地方给封印起来。 但是现在看来,有人似乎是想闯进来。 随着轰的一声响,他的结解被人强行破坏。 李延新右手一招,冷月突然浮现。 冷月浮在他的一侧,隐隐地作响。 他的杀意很重,他的私人领地,擅闯者,死。 随着这一声巨响,之后便是一片安静。 紧接着,一条熟悉的人影出现在这里。 李延新微微的一针。 随即,他脸上露出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。 他的这丝表情随即被喜悦所取代。 是他。 没错,正是叶好轩。 那个,在他梦里始终挥之不去的男人,终于又出现了。 他看着叶好轩身上的杀意在这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叶好轩大步走入。 他手中的太长缓缓地消失。 邵轩营稳固了邵氏以后,他便来找李延新了。 报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他必须要弄清楚李延新到底在哪里,他现在怎么样了。 有骨之中,两人四目相对,两久都没有反应。 他们都迟迟地看着对方,贪婪地看着对方的容貌,甚至都不敢相信,对方就在自己的眼前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叶好轩张开双臂,他笑道。 我回来了,李延新的眼泪夺眶而出。 他飞奔过去,扑入叶好轩的怀中,他紧紧地抱着叶好轩,似乎要把叶好轩融化进自己的身体里面。 他喃喃地说。 你回来了,你真的回来了。 如假包换,叶好轩轻抚着他的长发。 对不起,这几天,我让你受苦了。 叶好轩和李延新之间,已经不能用感情两个字来形容了。 两人一同经历过诸多的生死,那些经历早已经让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 很久以后,潭边的草地上,李延新依偎在叶好轩的身边。 这么说,你这么久的失踪,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了。 听了叶好轩说的话,李延新这才算是恍然大悟。 难怪他用血印之法,也找不到叶好轩所在之处。 原来他不在这个位面,既然不在这个位面,那他肯定是寻无可寻。 是的,中了圈套了,龙林的那些孙子们,太阴险了。 是我高看了他们,我以为他们都是龙族的守护者,不会用这些印照。 但是他们为了把我赶出去,可以说是什么手段都用得上了。 龙巫爷那个王八蛋,是时候收拾他了。 走,我们去复仇。 不计这复仇,如果单纯地除掉龙巫爷,那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。 更何况,现在他们还有风波地分身加持,远古大能地加入,让他们更是如虎天意。 怕什么,生死看淡,不服就干。 你这次回来,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,我都看不清楚你的境界了。 境界,只是对人的一种束缚。 我的确是跟以前不一样了,说到这里,我倒是要谢谢龙巫爷他们,把我送到了那个未知的世界,到了另外一个位面,在那里,我斩掉了一条小龙。 这么久以来被压制的实力,现在彻底地放开了。 真的吗?彻底地放开了?那你现在是什么境界? 李延欣有些惊讶地看着叶浩轩。 如果非要说境界,那我现在的境界就是金丹大盗。 但是我身上有其他加持,所以实力要比金丹大盗的实力,要稍微强一些。 这足够你应付这个世界上的人了,不过,现在的世界,已经不能用以前的眼光去看了。 几位大能之后的家族,实力深不可测,他们折服在华夏这么久,又有远古大能血脉加持。 谁知道这几大家族里面,又有多是老怪物呢? 世界,真的是变了。 的确是不能用以前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。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,我最想的,还是能早点转正,做一名医生。 初时的想法,就是这么简单。 你恐怕永远也想不到,自己会成为一名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吧? 英雄有点谈不上,只是你有了这一身能力,有些事情,自动会往你的身上靠的。 那句话说得好啊,能力越大,责任也就越大。 在我眼里,你就是英雄。 李延新挽住叶好轩的手臂。 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? 记得,那个时候理念不合,而我们两个,也是一理一有的关系。 我那个时候在想,这个女人这么凶,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呢? 我现在还凶吗? 李延新仰起头,一脸的温柔似水。 不凶,像只小猫一样。 之所以凶,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。 李延新悠悠地说。 女人就是这样,有些时候啊,看起来很凶狠。 但是当她遇到这一生的真命天子的时候,她会为自己做出很多改变。 这么说,我就是你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了。 没错,你就是我命中的真命天子。 李延新认真地说。 我这一辈子啊,跟定你了。 那我这一辈子啊,要紧紧地拉着你,永远都不放手。 你说的,不接受反悔。 李延新靠在了叶好轩的肩膀上,她笑道。 这个地方怎么样? 不错,很安宁。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? 一次空间风暴,把这个地方的坐标给暴露了出来。 我刚好路过这儿,并进来看看。 一处从来没有人踏足过的小山谷,普通人要想进来很难。 所以这个地方,是一处十分难得的世外桃源。 好一处世外桃源,如果哪天不用面对那些事情。 在这个地方搭建小屋,终其一生,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恰好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叶好轩,我们这样的心态,是不是有点老了? 怎么老了? 我们现在正是拼的年龄,现在就想养老,不是心态老了吗? 现在,我们还是得关心一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 以及我们即将在面对的事情。 想想头疼,如果能待在这里一辈子,那该多好啊。 这是不可能的,对目前来说呢,不太可能。 你不在这个世界这么久,对于这个世界的情况,还不了解吧? 确实是不太了解,几大家族现在怎么样了? 远古世界的出现,让六大隐士家族信世。 现在他们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势力,争夺远古世界的资源。 而且远古世界已经趋于成熟,每天都有很多探险队前去任务。 里面挺危险的吧?进去的人是碰运气? 运气好的话是碰运气的,运气不好的话就松命。 而且几大家族至今现在真的厉害,前进有些堪忧。 好吧,我了解了。 以你的看法,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? 以我的看法呢,我们现在应该拿下某个真武家族,利用他们手里的资源,让我们有立足之地。 原来我是想与世无争的。 但是现在看来,这个想法有些不太现实了。 肯定不现实啊,这个世界的改变超乎你的想象之外。 如果你不想被这个世界吃掉,那你就得想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下去。 是啊,在这个世界立足。 你觉得六大真武世家中,你最看好哪一个? 六大真武世家,现在各自为应。 他们都觉得,自己是远古大能的后裔,谁也不服谁。 而且实力,也是势均力敌的。 没错,势均力敌。 所以现在他们之间虽然小有摩擦,但终究是没有起真正的冲突。 因为谁都知道,冲突起来的话,会对他们造成不可逆的损失。 谁也不是傻子,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。 如果我加入了那家,那家的实力就会增加,那样的话,就会打破平衡。 所以,你选择哪一家? 南宫。 羽足? 李延欣看了也好圈一眼。 后裔之后? 没错,目前,我只跟他们有些接触,而且见过他们家的老爷子。 南宫家族,现在有些不太好。 他们老爷子,终究没有迈出天人武帅那一步。 小年,三百八十岁。 现在他们,挺乱的吧? 叶好玄微微的一愣,他没想到南宫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。 没错,挺乱。 所以你确定,你要去南宫家吗? 是,决定了,就去做。 那好,无论你在哪一边,我都无条件支持你。 不过,我得先把龙林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给除掉。 龙翔那小子,活得时间太长了,如果让他活着,他肯定就是我的眼中钉。 区区一个龙林,现在对你来说算不上什么威胁? 只是龙林现在背后的风波,似乎是很挺他们。 风波,自然会有人对付他。 他现在是什么状态? 近乎于无敌的状态。